Hello 各位好 欢迎收看充电桩 比亚迪的王朝家族现在是可谓做的风生水起 今天我们借到了比亚迪琴Pro EV500的试驾车 来看看纯电动版本的琴Pro表现怎么样 按照惯例 先来说说你们最最最在意的充电以及续航的实测数据 快充在国家电网60千瓦快充装下 用时1小时22分钟 慢充在特莱电7千瓦充电桩下 用时9小时15分钟 续航测试 我们以北京的五环路作为测车路线 从满电行驶到剩余电量1% 小季里程309.6公里 续航和充电表现相比老款的琴一威 有了质的提升 在室内用车的话 比如在北京这种充电相对方便的城市 基本上就不存在里程焦虑的问题了 回到这辆车 外观部分依然是我们熟悉的龙岩家族设计语言 这套设计语言做的还是相当成功的 把比亚迪王朝家族的整体颜值拉升了一个档次 因为是纯电 所以这辆琴Pro中网是一段一段的样式 辨识度还是非常高的 灯光部分 琴Pro EV全系标配了LED大灯 除了最低配 自适用远近光也安排到位了 这里不得不提一句这个灯组 点亮之后的效果非常的帅气 配置上可以看到在车标下面有个摄像头和一个毫米波雷达 说明这辆车是有360度全景影像和ATC自适用巡航的 来看侧面 琴Pro EV系列整体的造型还是比较协调的 线条的处理也比较舒展 尺寸上和混动版相比 在高度上增加了20毫米 长和宽度是保时不变的 后视镜集成了电加热和转向灯 中高配还增加了电动折叠 同时后视镜下面还有一个摄像头 门把手支持无钥匙进入 按一下门板上面的按钮就可以上锁或者解锁车辆了 轮圈采用了双色搭配 轮胎的规格是R25 55 R17 轮胎的品牌是马吉斯 圈的大小在视觉上看刚好 但是轮胎不知道为什么没上混动版米其林轮胎 那条轮胎的静音效果要比现在这款更好一点 来到车尾 我个人觉得提升车尾颜值的一种比较好的处理方式 就是把大灯做成贯穿样式的 比亚迪王朝家族就抓住了这一点 而且现在已经做成了家族化的一个标识了 所以说不管是从前面看还是从后面看 这辆车在车群里都是比较显眼的 来看一下后备箱空间 在这里我们放进去了一个26寸的行李箱 和我们摄像老师的书包 空间上还有一定的富裕 这个容积表现也是和混动版保持一致的 后排座椅真是放倒 不过放倒之后地台不是纯平的 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无所谓了 我一年可能也放不倒几次 后备箱盖板的下面还有一些储物空间 那么整体的表现还是符合预期的 日常家用肯定也足够了 我们再看一下车内 来到车内 又又又又见到了我熟悉的这套内饰了 我感觉现在凭借我的记忆力 我完全可以盲凭这辆车了 这是比亚迪家族的最新设计 这种仿大理石纹路的装饰版 视觉效果还不错 车内整体做工也在同级别里是上等水平 整个中控区域以这个旋转平为主 车里面90%以上的功能都是用这个来操作 有人就问了 能不能拍照 尤其是能不能自拍 在这里有一个车内的摄像头 我们下载一个自拍的软件就可以了 要这么来看 目前这车的中控和手机的唯一区别 就是拿不走了 仪表盘和混动版一样 是这个8英寸的数字仪表 悬浮压式的设计和UI界面 给我的感觉特别科幻 而且这个仪表显示的内容也很全面 可以根据你驾驶模式的不同变换主题 方向盘使用了皮质材料包裹 握感很舒服 上面多空的按键 左边是自适用巡航的开关和全景影像按键 右边是多媒体的控制按键 操作起来很顺手 其他配置 我们试驾的这辆顶背车型 有主附加座椅 加热通风 主架这边还带有两组座椅机 来看一下乘客空间 调整到一个我合适的驾驶坐姿 头部还有两指的距离 再看一下第二排 来到第二排 我的头部空间只剩一指的距离了 腿部还有一圈两指左右的距离 后排的配置可以看到 中央扶手在水背件 后排还有单独的空调出风口 下面还有一个USB的电源接口 那么部组的地方 首先就是这个后排中央是没有头枕的 再加上地台有一定的高度 所以说这辆车要是蛮载五个人的话 后排中间这位呢 就要比其他人先累了 OK 那么关于后排呢 咱们就说这么多 下面咱们把车开上路 看看这辆车开起来感受怎么样 你好小迪 我是 播放音乐 然后呢 再聚集群的オーディング 咱们把车下路强比赫同出风筹 철童是否权的 太赌あの子 这辆车开上来 那我还是得 ли 动力方面 这辆车搭载了一台最大功率120千瓦的永磁通波电机 最大扭矩是280牛米 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聊驾驶感受 首先就是新能源部分 这辆秦PRO EV500在依靠模式下加速还是非常平顺的 并没有老款秦起步那种一窜的感觉 中高速提速也非常的线性 度能回收在标准模式下是一个比较舒服的驾驶状态 开的较大的话 拖载感还是相当明显的 尤其是在高速路胖 第二点我想说的是底盘和悬挂部分 底盘在我实际开的过程当中给我的感觉 调教还是偏向于舒适的 在这个级别的新能源车里属于一个中规中矩的水平 没什么亮点 悬挂部分就不一样了 这辆秦PRO EV500前后都采用的是独立悬挂 前麦克逊后多连杆的悬挂形式 我们在给车慢冲的时候会经过一段烂路 坑挖特别多 这辆车对于这些坑挖的处理 表现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就是在过这个坑之前 你会感觉特别颠 甚至菊花 菊花 都做好了收紧的准备 但是实际开过去之后 并没有你想中那么的颠簸 这点还是挺出乎我意料的 那么这辆车整体的一个驾驶感受呢 作为日常家用代步车的话 我觉得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价格方面 秦PRO EV500一共有三款市售车型 补贴之后售价169,900到189,900 颜值和配置 在这个级别的新能源车里是有绝对优势的 再加上优化后的动力输出 以及它的驾驶感受 让这辆车呢 更多的可以作为一款家用代步车的首选 如果它是您家里的第一辆车的话 那么我建议呢 选择顶配版本 不管是安全配置 还是舒适配置 对头很高 像一些主动安全和座椅旁边的配置呢 已经是越级的存在了 如果说它是您家里的第二辆车 那么我建议呢 选择次顶配那个版本 和顶配相比呢 只是舒适性配置上有一些差异 但是呢 像安全配置 比如说车道偏离预警和防碰撞预警 这些呢 都是安排到位的 好了 那么关于这辆车呢 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 如果您对这辆车 或者是其他新能源车 有什么疑问的话呢 也欢迎您在视频下面 给我们留言 好了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充电装 咱们下期再见 拍完了吗 就玩这个 这遥控车好玩吗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关注《被杀魂点出》